哦 低情商 萝卜终于高兴啦 高情商 萝卜身体终于好啦 新植物 小地牙 总算是能玩啦 观看视频可不够呀 那么先看外表 我要是个小种子 疯狂被人忽视的小种子 直接还上了青大师 疯狂的给队友一刀 开个玩笑哦 还是和萝卜视频里面说的一样 对对方的队友通知武器 增加近战之物的攻速和攻击率 我简单测评了一下 攻击率呢 是提升了25% 提升的不是攻定值 怎么得出来的 就是通过对照主 打同样血量的僵尸 看少了多少下 然后是攻击速度 最快的测试方法就是和25%的攻速对比 得到相同的频率 这些都是基础的 说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首先小地亚的攻击范围是5 按道理来说 是可以给到前方两个的对手buff 但是奇怪的发现 只有在最后三连的时候 能给到前两排buff 除此以外 它就只能给到前一个的之物buff 这又是什么操作 是bug吗 而且给的是近战之物 这里扩展一下 所有和近战攻击的之物 都可以吃到这个buff 比如毒蝎草 金鸡剑龙 国防攻队侍卫 它们都可以吃到近战攻击 和远程攻击 都可以吃到buff 但是一些近战的也吃不到 比如 玉米狗 霸王胶 因为它们都会移动 所以就不能吃到buff 就算不动也不行 然后我看有的人说什么 山猪花为什么不能吃到增益效果 因为它根本不是奸战啊 然后它有个特性 可以给无奈花 减少特殊攻击的冷却 这个就厉害 打一下 特殊攻击一下 打一下 特殊攻击一下 这不直接变成真正的无奈了 nice 一个人就能打得果不接手 僵尸 根本摸不到它一下 果然是我赖的小弟 emotional damage emotional damage emotional damage 是嗎?